嗨大家好,我是苏苏,今天我们来看科幻电影《无尽》 一个包裹突然出现在门口,亚伦打开后发现里面是一盘录像带 于是他随即与哥哥贾斯汀一起查看了录像 录像中安娜正向两人道别,并告诉他们他即将参加灵魂升天的仪式 看完录像的亚伦忍不住质问哥哥,为什么安娜现在还活着 原来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兄弟俩在小时候遭遇了一场车祸 母亲当场身亡,兄弟俩则被附近的天堂之门的组织成员所救 天堂之门还为他们提供了干净的住宿与美味的食物,并抚养他们长大 但在十年前,贾斯汀却突然发现,组织内的成员即将参与一个名为灵魂升天的仪式 而惊人提醒,贾斯汀得知这是一种集体的自杀行为 于是他便带着弟弟逃了出去,并向媒体公布了这个邪教组织的存在 可亚伦在看完录像带后却发现,当时照顾他们的安娜还活着 亚伦认为是哥哥欺骗了他,天堂之门根本不是邪教组织 而由于逃出天堂之门后,兄弟俩只能靠着帮人打扫卫生勉强度日 身为兄长的贾斯汀又一直安排着弟弟的一切 这样亚伦愈发地怀念起在组织里的幸福生活 于是他随即就要求哥哥带着自己回到天堂之门,让他与曾经的朋友们道别 虽然贾斯汀一再强调,天堂之门就是一个邪教组织,但眼看弟弟无比坚定 他也只能陪着亚伦前往天堂之门 在途中,兄弟俩停在了当年出车祸的地点 可诡异的是,他们小时候放在路旁纪念母亲的相框却崭新如初 而又一瞬间,贾斯汀甚至觉得路两边的景象都一模一样 这让他随即一阵眩晕 于是贾斯汀迅速带着弟弟上路,并很快来到了天堂之门所在的营地 这里看起来就像一个世外桃源,负责人哈尔也对两人的到来表示欢迎 但贾斯汀却发现,组织内的成员竟然与十年前一样年轻 而随着篝火晚会的到来,贾斯汀感受到了更多的异常 尤其是夜晚举办的争斗游戏 一根绳索被扔进黑暗中,绳索却诡异地伸向半空 人们纷纷与黑暗中的未知物体进了拔河 而贾斯汀则在过程中被拽倒,手掌也因此受伤 一名画家迅速为他包扎了伤口 看着眼前的女人,贾斯汀突然对画家产生了别样的情愫 可随着哈尔的出现,贾斯汀还是逃离了房间 另一边,亚伦与安娜相处得非常愉快 营地内的美食与快乐的生活也让亚伦流连忘返 他随即便要求哥哥再多住一晚 贾斯汀抵不过弟弟的坚持,也只能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兄弟俩拿着猎枪在户外练习射击 可过程中,贾斯汀却发现,子弹好像被反弹了回来 接着,他在外面跑步时,又遇到了一个满脸愤怒的独行男人 他本想上前与对方打个招呼,但男人却无故消失 而这时,贾斯汀看到前方的集装箱突然动了一下 一阵闪耀过后,他的脚下又出现了一圈照片 贾斯汀随即捡起了一张,但不远处的树木突然倒塌 深感诡异的贾斯汀随即便选择了离开 当晚,贾斯汀将白天捡到的那张照片交给了负责人哈尔 并把自己这两天诡异的感觉说了出来 可哈尔却让贾斯汀自己去照片中的湖里寻找答案 而顺着哈尔眼神的方向,贾斯汀竟然看到天上有着两轮圆月 哈尔则告诉他,在三轮圆月同时出现时 他们就会完成灵魂升天的仪式 另一边,亚伦在安娜的怂恿下吸食了一些可以吃换的烟草 并在他的带领下看到了那两轮圆月 亚伦此时忍不住问起了录像带的事 可安娜却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寄出过录像带 这让亚伦有些惊讶 第二天,兄弟俩一起钓鱼时,亚伦提出想永远留在这里 贾斯汀看着照片上出现过的浮标 便脱了衣服跳进了湖中,并捞上了一个小铁盒 接着,他又催促弟弟赶紧划船离开 因为他看到了湖中的怪物 而此时,一团巨大的黑影正在小船之下,神秘而又诡异 之后,亚伦打开了铁盒,并在其中发现了一盘录像带 众人随即播放了这盘录像 可视频中显示的却是贾斯汀故意散播谣言的内容 他将天堂之门描述成邪教组织 让外人觉得哈尔等人就是一群疯子 哈尔看完后便准备将贾斯汀赶出营地 一直受到欺骗的亚伦则决定留在这里 与哥哥分道扬镳 而由于汽车没电,无法启动 贾斯汀只能徒步离开 可过程中,他却意外迷路 幸好他很快又看到了一间屋子 之前那个独行的男人正好走进了屋内 于是贾斯汀随即走了过去 结果却发现那个男人竟然已经上吊自杀 就在他惶恐之际 男人又从另一边走了出来 看着屋内吊死的自己 男人并不慌张 他告诉贾斯汀 十年前正是他让贾斯汀逃离了天堂之门 但没想到贾斯汀又再次回到了这里 而随着男人的讲述 贾斯汀也终于了解了所有真相 原来一个未知的邪神控制了这里 他为人类划分了不同的循环区域 天堂之门的营地十年才会循环一次 而男人所在的区域每隔几个小时就会重启 邪神则会在重启时将男人虐杀 出于对邪神的恐惧 男人这才选择了自我了结 接着男人又告诉贾斯汀 如果区域重启时他还留在边界之内 那他便会被永远困在这里 男人的话让贾斯汀深感恐惧 他随即便想回营地救出亚伦 但他此时已经迷路 于是男人提议 只要贾斯汀能前往他的独友克里斯那里取回一把枪 那他就会指引贾斯汀回到营地 在获得了男人化的地图后 贾斯汀随即上路 并成功来到了克里斯的屋子 在这里 克里斯与他的好友为了寻找逃离循环的方法 不断挑战着邪神的控制 虽然他们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但两人依然不愿放弃 在贾斯汀拿到枪离开后 他们再次点燃了木屋 只是循环很快就重新开始 一切又恢复如初 另一边 亚伦发现两张照片从天上盘旋的鸟群中落下 一张是白色房车的照片 另一张则是他刚刚抬头看天的样子 感觉到诡异的亚伦立刻去找了哈尔 在哈尔的解释下 亚伦终于得知了未知邪神的存在 而那张白色房车的照片 似乎能指引他找到哥哥 于是亚伦随即离开了云地的循环区域 踏上了寻找房车之路 虽然圈子内的安娜看不到外面的亚伦 但他依然向亚伦离开的方向微笑着作别 而亚伦则在图中看到了一顶帐篷 里面的男人正不停地撞墙而死 由于帐篷内每隔五秒就会重启 沉闷的撞击声就像一个永不结束的噩梦 这导致亚伦被吓得手足无措 之后兄弟俩终于在房车处相遇 而不远处的天空中 第三轮月亮逐渐圆满 于是贾斯丁随即带着弟弟用枪换回了前往营地的地图 但这时亚伦却告诉哥哥 他想永远留在营地中 因为死亡很短暂 而糟糕的人生却如此漫长 贾斯丁则提醒他 只要尝试了一轮循环 就永远无法脱身 可亚伦依然觉得这样的生活远比哥哥安排的人生幸福 弟弟的话让贾斯丁陷入了沉思 他随即便送亚伦返回了营地 可营地内早已完成了灵魂升天的仪式 两人也在一个木屋中发现了一屋子的录像带 而此时电视机里又突然开始播放灵魂升天的仪式 看着成员们鲜血飞溅的惨像 亚伦随即冲了出去 在圆圈外 众人残破的鹰雾散落一地 而看着弟弟失落的样子 贾斯丁终于决定尊重弟弟的选择 留下来陪他一起生活 可哥哥的牺牲却改变了亚伦的想法 此时重启已经开始 区域内的一切都被恐怖的能量漩涡撕碎 于是兄弟俩迅速推着车子前进 希望能利用惯性启动汽车 过程中亚伦强烈要求自己做司机 贾斯丁则再次尊重了弟弟的决定 亚伦随即告诉哥哥 虽然他觉得哥哥总是帮自己做出错误的选择 但作为家人 他早已原谅了哥哥所做的一切 接着亚伦成功启动了汽车 并在身后漩涡的追击下 冲向了循环的边界 兄弟俩本以为会出现撞击 可一阵黑暗过后 两人竟然来到了阳光明媚的公路上 这让成功逃脱的兄弟俩喜出望外 而此时 帕尔与安娜等人已经重生 他们看着正在离去的兄弟俩 也随即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另一边 贾斯汀听到邮箱警报后 便提醒亚伦邮箱已空 可弟弟却笑着表示 车子没油根本无法启动 贾斯汀这才明白 弟弟一直都懂 他不用再为弟弟操心 此时 一群乌鸦从两人的头顶飞过 而不远处 一轮星月正悬挂在半空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